2012年6月的一天 陕西省宝基市石嘴头村的一位村民 在挖地基准备修建结婚新房的时候 无意中挖出了一件秀气斑斑的青铜器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挖出青铜器了 就在同年的3月份 他在后山挖地基修新房的时候 也曾挖出过青铜器 经过文物部门的清理 那里曾经是商朝末期的一座武士墓 时隔三个月 当他再次选址筹建新房的时候 没想到动工不到两个小时 居然又挖出来一件青铜器 经过考古发掘 这位村民重新选址盖新房的地基 是一座西州早期的墓葬 这位村民两次挖地基盖新房 新房没盖成 却挖出来两座古墓 大家说说 它到底是倒霉呢 还是幸运呢 那么这一次挖出来的青铜器 到底有什么来头 劳烦大家点击屏幕上的大拇指 给个一键三连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件青铜器 名叫西州青铜器 考古专家见到以后 也是激动不已 因为迄今为止 这类青铜器 在中国只有三件 而且都是出土于 青铜器之乡的宝鸡 第一件为奎缠文鸡 1901年出土于宝鸡 斗鸡台 这件铜器 最开始被陕西巡抚私藏 后来流落到美国 现收藏于美国大都会 艺术博物馆 第二件为奎文鸡 1926年出土于宝鸡戴家湾 最开始被军阀党玉坤盗绝 党玉坤被冯玉祥的部下宋哲元击毙以后 这件奎文鸡也被收缴并运到了西安 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战争中被毁的奎文鸡 经过仔细修复以后 最终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新出土的这第三件西州铜镜 与前两件铜镜相比 造型和纹饰更加精美 它的形状是一个中空的长方体 长度为94.6厘米 宽45厘米 高21厘米 四个侧面都装饰有卷尾奎龙纹 上下两层奎龙纹之间 又装饰有直龙纹 铜镜的顶面装饰有双手奎龙纹 顶面的中间为素面 没有任何装饰 专家说这个区域是摆放各种青铜锂器的地方 通过对考古现场的研究 铜镜上的青铜锂器摆放有序 左侧放的是方宜 中间放的是提粮酉 提粮酉的外侧放着一个九斗 右侧放的是一个小铜镜 小铜镜上面又放着一个小提粮酉 这组青铜镜完美地向世人展示了 器物摆放的原始状态 让我们有幸能够看到铜镜 在当时的使用功能 那么青铜镜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专家说镜代表着镜止 有劝人戒酒的意思 酒虽然好喝 但是喝多了 必然贪杯勿事 君王一旦沉醉于酒池肉林 甚至有可能会丢掉整个国家 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下节 与商朝的最后一任君主商咒 都是最典型的例子 所以周朝推翻商朝的统治以后 立马颁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 酒告 其中有规定 诸侯贵族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能喝酒 普通百姓聚重饮酒就会被押接到京城 处以死刑 专家认为为了更好地督促大家戒酒 周朝统治者就把摆放酒具的器座命名为禁 西州时期的青铜镜 让我们看到了西州统治者 对贪杯误国历史教训的反思 以及他们把戒酒这件事付诸实施的坚定决心 其实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在 适量饮酒莫要贪杯 依旧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谢谢大家